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今天是摆三个人 你如果摆六个人都摆过来 我摆那边 如果都摆我说七十二块 还没有这样 让七十二岁的黄妈妈忙到没时间喘息的 是玻璃柜里刚刚起锅的各色活色生香 暖色灯光映照下更显金黄耀眼 第一名夾摆 第二名夾腿 什么最好吃 每个人都很好吃 这是自己剥的吗 自己剥 真的不是自己剥而已 许多炸物出厂没多久 就立刻被排队的掏客 用台币抢光下架 后面的想买得等下一轮节礼登场 我星期六 星期天更越冷 因为原本是你如果有浪的包製有浪的 我们赤字不会有 如果真的排队排队很重的时候 你会完全参与变所的机会就不甘了 参与喝茶有时候你也要小喝嘛 黄鲜明 黄世荃兄弟俩 一边一锅 一轮一轮 赶着填补玻璃柜的空缺位置 炸物要炸到好吃 其实得要有耐心 一点也急不得 黄家兄弟利用高温 让食材表面瞬间封印 形成保护膜 再持续加温让内里熟成 但汁液形难 温度控制拿捏是关键 黄鲜明说的技术性就在这里 我们的东西就是 就是全部都要是钱块厚慢 因为我们的温度比较高 如果没有钱块厚慢的话 你温度高级没下来的话 它就会蜗蜗蜗 开业初期他们反复实验 170度高温可以锁住水分 于是油温先拉到190度 先放部分食材下锅 油温瞬间下降 就可以维持理想的170 达到包膜效果 20秒后温度再度拉高 再陆续下剩余食材 无法炮制 好 鸡肉的粉另外一支粉 然后我们的鸡虾 和韩芝 另外一支粉 然后我们的杀鸡骨 另外一支粉 炸鸡排要保持鲜甜肉汁 口感外酥内嫩 扣温技术不可少 而外层包覆的这一侧也很重要 我们的粉比较不一样的反应是 我们的米粉比较的条鸡 我们之前的速度会比较久 因为米粉它炸了后 它的翻轮的气味更大 米粉更多后它会吸油 我们钓的粉来说的密度 它起来的时候 面团来说它的密度更激 它没机会让油涨在里面 别轻看这不起眼的小摊子 全台湾已经拓展到20家的加盟部队 每个摊位都成为市场里的一方之霸 王家兄弟有底气能做到不漏气 鸡肉用的是电载大厂 每天献载献送的新鲜货 不用冷冻品 鲜甜不应解冻而流失 烤鸡肉是在市场里冲刺的大鸡肉 一般会加到一些保水质的部分 保水质的部分 要让它的肉摘可以留在里面 我是靠钱的部分 把肉摘留在里面 自己也要吃 孩子也要吃 所以我感觉说减一项 对我来说就会感觉 我是怕天然的东西 主力鸡排每片规定在五两半 大小是中最有入口性 五刀片成最薄厚度 可缩短速炸时间 又是考验师傅技术的龟毛要求 我应该要求通麻烦的 他会比较高 就机车的 台湾的人要做三名 黄世权国中毕业就刻绍鸡球 跟着父亲做室内装修 木工水泥要求精准 否则施车好理 结果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龟毛精神其实是父亲训练之下 养成的工作态度 认真的好品质 在业界有好口碑 但好景不长 两千年前后的网路泡沫吹破 年代影响到房市前景 让皇家父子三人的工作脚步 停了下来 所以价钱上也比人家更高 就比人家更高 就比人家更高 所以不账人家做 所以我另外找出路了 我们家族企业嘛 他不想我去转型嘛 我只是给爸爸说 如果真的我做了不好的时候 我还是回向 都回到来做的中逢嘛 因为 总是不可以在这儿等工作嘛 因为有家庭嘛 就像多数人创业转业 多从餐饮业找机会 房家兄弟俩就干脆从爱吃的鸡排炸鸡下手 找资料请教朋友 再实做实验 尤其那是刚刚当爸的黄世泉 废水一战 得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还是要回家 如果这份好不悉 我们就要自己 小伯母去好悉嘛 对吗 不愿意 妈妈饿啊 人还没送小孩就会好啊 今天买什么 上个鸡排的 跟梅子薯条 都做245 不会有啊 感觉就很好吃 就这样做中学 一路修正 最终做成了市场炸鸡之王 询问加盟的年轻人很多 黄新鸣 黄世泉 于是开放赚钱机会 佛系老板希望一起共好共融 不说什么加盟情 而且我们 我也没有跟他们 以后原物料的部分 也没有跟他们 探原物料这块钱 同理心嘛 我觉得我自己辛苦过 他做大头过嘛 然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真的有机会时 我觉得这个金牌 是会让大家共同 大家有机会 我们都会希望他 真的赚到钱 能两家五口 不停轮动的耐热灰汗打拼 让一台炸鸡摊车 承载一家的经济生活 也滚动回馈社会的感恩心情 这耀远金黄里 饱满的不只是多汁鲜甜 还有兄弟俩的内外不足 要抓不住 你要两段吗 要辣吗 要辣吗 这个伊托不要 不要啊 有没有啊 要蚂肉 要夹了那两个 午后的炸鸡灯 难以想象的人强 一圈围过一圈 看着醒目的招牌 打量著究竟要啃雞腿 啃雞翅還是吃雞塊 這時手手早已拿起夾子 一陣的狂夾 常客 聽說你也是從年輕吃到現在 變得老 年輕就變得老 拉著 我還要幫你放菜 把雞腿 把雞腿 我要再吃雞腿 小朋友愛吃 所以每個禮拜都老 每個禮拜都來 對 每個禮拜都會來 你都吃哪些 對 雞翅來吃 金黃還泛著油光的雞肉 往往一上架就被搶光 眼看檯面又空了 溫維祥無縫接軌的 又補上一樓再一樓 這個要快要有時間去 都算在裡面 這個一鍋差不多58隻 雞腿加腿排 一鍋 粘裹著蜜製醬汁的雞肉 快手一次就夾起 拔隻雞腿下油鍋 動作一氣呵成 不容半點秒差 一般有不是有那種雞子氣嗎 對啊 對啊 我肉雞在腦底裡 油鍋熱 場面也熱 儘管六月剛過 武藏廟早已滿載 但威蕾就是受不了誘惑 才一周的開始 又要來打牙計 可能就是要炸 你要先炸起來 然後製備好 這樣的話那個就不夠 乾燥 喂 但肉汁很掉下 很少吃到這種還會流 對 對 我真的沒有吃過會流汁 炸錯 對 走過路過不錯過的年輕人 耐不住這火熱香氣 硬是在人群中狂課了起來 你覺得跟外面的那種像 連鎖那種的有什麼差別 他的雞肉很新鮮 然後他吃的時候 不會有那個雞的薯味 然後他 比那一般外面好像有點juicy 就是這份juicy 薄脆外皮包裹著鮮嫩雞肉 圈住鐵粉 這一回看兒子忙不過來 半退休的溫爸爸 親情提升 也來幫忙看頭看尾 幸福感的背後 是一連串的堅持和苦力 溫家炸雞 在虎林街黃昏市場 已經炸了20多年 配方隨著世代輪替 跟著調整 說真的 我炸雞炸了十幾年 用了它的薑加蒜混在一起對不對 腥味 一般肉 腳壓 就是多多少少都有雞肉的味道 那個薑跟蒜會壓腥味 會壓腥味 因為東西要硬是定質的 你不能 你割起來蒜頭就這麼漂亮 沒有黑 你割多久 我 我25歲來 今年67 那幾年 你算看看 我老年的時候叫妹妹 現在叫歐巴桑 我剛才 我25歲來 他給我買很久了 對 他買很久了 這樣子 我賣的都是比較頂級 像餐廳 小紅莓 那個頂級的東西 我都找你要 對 他們不嫌貴 沒有我的東西都比較貴 光叫他們家的 一包五斤 一包五斤 現在最近蒜頭漲 因為油價也漲 現在差不多一斤就要 五斤 差不多就六百五十塊 阿姨的蔥薑蒜辣椒 小小的攤 卻是餐飲業者 依賴的調料重鎮 文偉鄉認為 用的食材好 品質自然會秀給你看 所以儘管賣價糕還是花下去 裡面蒜泥 薑 一些鹽 就像這些 然後一起攪拌 因為裡面有很多配方 有的不可以公開 所以就只想這一些這樣 所以剛剛阻止我拍就是 因為很多人想要吃 這個配方 我們要開放加盟 很多人也可以要來開放 但是都是不給人家開放 為什麼 因為開放一下子就那個 怎麼講 儘養生意 品管很重要 蒜泥和薑泥 是醃製肌肉最主要的靈魂 多年來就靠著這幾位 在市場站穩腳步 回想 從小就跟在老爸身邊 學做生意 一開始在前台包裝 16年前才進到廚房 學起秘技 這個攪拌 時間差不多要18分左右 一直吃出來的 吃出來 對 你看我以前67公斤 現在差不多已經快97了 好吃 因為我也會去吃麥當勞 也會去吃頂瓜瓜 所以偶爾都會吃 但是各有特色就對了 你看我一天 這一天的量都是當天就要炸 所以你看量很穩定的 二十多年來 溫拔在大台北拓展出四家店 光假日一天 雞肉用量就高達一億千斤 雞飯每天早上送來溫體雞 立刻處理 下午就進到油鍋 溫拔說新鮮的雞肉炸出來 骨頭是白色的 冷凍的就會是黑色 他當年調料隨心情放 到了微小手上 沒有差不多就好的字眼 現在真的很大 人家早一吃到死嫌 客人就跑光光了 爸爸教的 對 不是啊 是他調教 不能這樣講過來 反過來 這樣在我們家族不能 大力不到 個性耿直 有話直說 客家人家訓裡的 仁子利德 笑心事先 微祥早已內化 以前太 我師父好像也是 以前也是欠人家一千多萬 也是靠炸雞肉翻身了 後來我換我爸 也是欠了不少錢 後來也是靠炸雞肉翻回來 對啦 所以你看 這個產業 你看台灣什麼最多 炸雞最多 還可以啦 年紀大了 這些聲音有一點變了 因為氣轉很嚴重 高音飆不上去 溫拔其實有些失落 他是台式歌唱訓練班 第一期的學員 好不容易考進去 想一元心夢 卻敵不過高又帥 只好回家賣茶葉 六千斤的量 一個禮拜就賣完 當年前子像磁鐵班 會自動吸進口袋裡 太太求好心切 多還要更多 錢進股票期貨市場 卻慘賠超過兩千萬 我說怎麼會虧了這麼多 他說 你不要逼我啦 你逼我 我就死給你看 那我就 那我就怕了 我說又在想 他也是 要 要 要賺錢嘛 只是不會投資而已 我說錢 再賺就有了 我就這樣想 我就從來有時候 沒有去 養它也沒有 就這樣 身為一家之主 他幫太太扛起債務 該怎麼還 他發現市場炸雞攤的生意 特別好 就跟著板橋的師父學藝 沒多久 就在永和西州找市 做起生意 為了盡快還完債 晚上又來虎林街的黃昏市場賣 四年時間 無法回新竹老家祭祖 這是坐後輩最難釋懷的地方 賣著賣著 終於把債還光 也掌握住炸五金水 因為這個麵粉死掉 你怎麼打就像橡皮筋 就炸起來 就怎麼炸都不好看 你懂嗎 你 你像那個 你像有的日本人你知道嗎 那麵包 還說什麼會呼吸的麵包 他們就是有 這個粉 不是說你 你今天怎麼打 一定要水一定要慢慢打 慢慢了解它這樣打 你就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你剛剛麵粉死掉的話 你怎麼打都吃都很難看 就像那種橡皮筋一樣 你看 現在我打完的時候 你看起來粉就會覺得很柔和 這種五十斤 我就已經攪拌攪成滿身大汗了 那你想想看裡面有幾百斤 而且沒有機器攪 機器都把那個一直攪攪的 把湯汁都鎖進去 手蜂腳很累 好 你再看 這個好吃的薯小就是這個濕度 等一下炸就會很漂亮 那個皮不能太厚 皮太厚就不好吃了 那我們又不是吃它的皮 火候也很重要 因為火候太猛的話 炸出來裡面太乾了 也不好吃 那吃出來裡面有用水分 吃起來鬆鬆又甜 很好吃 黃金薯條 黃金入袋 這麼多年下來 進出已經上億元 現在的溫爸爸 終於苦盡甘來 老闆還是爸爸啊 對啊 我還是一樣 淋月薪的啊 對啊 他給你的薪水買這麼大的 滿意啦 還不滿意的就找不到公眾 他給你多少薪水 薪水喔 說老實在話嗎 差不多快十萬 算一算 溫維祥也算是炸雞的富二代 但特種部隊受過散兵訓 住過組合屋 耐操耐高溫 曾經滑倒 一隻手就插進滾燙的油鍋裡 二度灼傷 他沒退縮 更沒想過就此享樂 這種就是把當作一種快樂 快樂的想法就好了 對不對 悲觀的想法當然就是越做越累 你也要往快樂 每天就覺得說越炸越好吃 自己也喜歡吃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台灣貴臭貴港式 我高 紅茶1890喔 38250 加錢港塊 以前我來這邊的時候 炸雞賣炸雞的有七家 現在剩下我們自己家 大家 人家都沒有烤肉耶 因為 因為 吃了 大家都吃 喜歡我們這種的果味 大家都吃 吃久了就習慣了 你這家具是有放什麼秘方吧 沒有 沒有啊 就是 原料新鮮 樹棚下 站久了 不一定就成了自家天地 還要有過人的功夫 和下定決心的拼勁 這一回 溫爸爸有時間回老家 彌補過去的遺憾 失場接地氣的炸雞 就交由溫維祥 繼續的開疆闢土 胡媽媽 你的一排一腿 第一代的八順排 其中兩個要嗎 好不然要加一個大塊 那你再開一塊 然後兩個雞塊就對了 好 沒問題 雞肉比較嫩 然後吃起來感覺 跟別的地方的雞排不太一樣 口感很好 忙不過來啦 這個沒有辦法 又要下 又要炭肉 又要包起來的話 太忙了 午餐時間 中校東路五段行啊來 鄭家的快餐店 生育人潮一波接一波 就像是油炸機裡的溫度一樣 火熱沸騰 姐姐正會以嘴巴招呼客人 雙手還得忙著包裝除餐 外送雞排便當的機車 不斷出車回航再出車 配合客人點餐的節奏 油炸手鄭一達 站穩油炸機前 沒機會離開半步 沾粉下鍋一波一波 輪流轟炸新台幣 重點是讓粉 裹在雞排上面保護它 不要讓它的水分一下子被散開 所以只要輕輕一層就好 然後吃起來有酥脆的感覺就OK 雞腿是炸四分鐘 雞排三分鐘 很久以前是沒有用時間 你就會容易說可能一忙過頭 就炸過手 肉汁就會比較沒那麼多 賣的是看起來很普通的米飯和麵食 便當不用說 滷肉飯 蛋煲飯 甚至是湯麵 客人都還要再加一塊雞排或是炸雞 想當然爾是店裡的人氣第一名 單單寫上雞排十足四個大字 就知道這招牌來頭不小 應該剛開始就是我們開始做的 這可以做的嗎 這有證據耶 可以對你們說雞排十足 對 有信心 有 老闆娘李秀卿信誓旦旦 自豪自己是全台灣雞排十足 不光是拍胸脯就有信度 超狂頭銜可是有官方的數字當佐證 2006年農委會舉辦黃金雞排江年華 評選美味雞排王 還從情肉行銷協會的大數據中 從全台灣兩萬多家鹹酥雞和雞排店中 找到三十一年前 雞胸肉最早的大量進貨資料 尋現找到現在還在營業的李秀卿 是現役店家當中的七排十足 我們的前面可能也有人有賣 但是他們後來沒做了 我們是從開始一直做到現在還在做 所以他們是有這一條線在找出來 所以我們是最找的 誰用的來 你請說 表現的雞排飯好了 外酥內嫩比手掌還大的炸雞排 是學生和上班族最愛的平民美食 但三十多年前還不多見 排不上國民小吃名單 民國七十五年左右 李秀卿和先生打算做小吃生意 左思右想逆向思考 意外替自己和台灣肉機開啟了新前途 三十多年前雞胸肉是沒有人要吃的 吃起來柴柴的嘛 一般我們台灣人是不吃肉雞的 一般家庭都是吃土雞啦 防土雞啦 大家都不吃 那時候價錢又比較便宜 那我們就給他開發一個 大家都會吃的又好吃又有懷念的味道的 那時李秀卿不斷的試炸 在搬到現在的新店面之前 寧安街一坐三十年 是附近玉達高職和台北體院學生的最愛 生意搶搶棍 忙到女兒鄭惠儀從學生時代 一路幫忙母親到結婚生子 還每天回家做生意而理所當然 吃不膩自己 我現在天天站在這邊炸 我也是會自己一直偷吃啊 鄭媽媽好吃的秘訣都在廚房裡 當天現在不經過冷凍的雞胸肉 保留肉汁甜分 利用細緻刀工去骨切片 縮短油炸時間 機器攪拌按摩 醃漬一碗入味 隔天成為饕客嘴裡的鮮嫩多汁小鮮肉 天天備料 天天新鮮 是持續三十年的不損事基本功 以前是泡在裡面然後用手按摩 所以我媽媽他們那一輩很辛苦 他們賣很 比現在量還大很多 但是他們每一天是一片一片 愛愛愛愛愛然後一片一片做 所以久了 但為什麼要留在媽媽身邊做事 就是有一點這個關係 其實在成為雞排女王之前 鄭媽媽還先生做的是錄影帶出租店 一次被小偷打搬家的慘痛經驗 才讓鄭媽媽有了轉換跑道的契機 錄影帶那時候有一兩百片 然後錄影機有四五台 那時候都是吃那個A烤回來 自己烤B烤的那種的 那種那時候的袋子很貴 那一隻袋子就好像一千塊吧 三十年前負債三百萬 可以買一間台北市的公寓 是不小的樹木 為了一家子的生活 得把危機變成轉機 這媽媽從零做起奮鬥三十年 靠著雞排起雞 從租屋到現在坐擁兩間房子 還是不肯鬆懈 要過生活嘛 你就是要想辦法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的那個就是 拼命的賺 可以賺就是拼命賺 現在兒子女兒接棒 李秀卿還是天天盯場 珍惜每一個可以忙碌的日子 而第二代鄭一達 頭頂媽媽雞排十足的光環 齊取在新店面 腳步站得更穩之後 能夠前進夜市以及站區 和知名的雞排連鎖店 一較高下 自己說當然是有信心啊 想認真做的東西 好吃 不怕沒有客人 鄭媽媽到底是不是十足 也許有人懷疑 但一樣事情做三十年 最老牌絕對無庸置疑 鄭家的油鍋酥炸的 除了美味還有堅持到底 就是專業的TK騎士 想分數條 把蒜頭 蔥 洋蔥 公司有成長兩個槍嗎 那邊是三個三十元 它是酸一百元 夜幕低垂 招牌亮起 台南東區小吃界的 當紅炸子雞小雨龍 馬步踩穩 雙手忙著油炸美味 一刻不得嫌 雞塊 七里香 甜不辣 百葉豆腐等誘人品項 堆滿玻璃櫃 讓人迫不及待想要一口咬下 台南人不喜歡排隊 很緊張 很緊張客人流失 他也會替客人想說 等那麼久 客人點台後 光是油炸 至少要等五到十分鐘 嘴裡說怕客人等得不耐煩 但小雨龍堅持自找麻煩 先炸後炒 工序多一道 讓等待時間再往後延長 我本身喜歡吃辛香料 可是你辛香料 大部分大家都是炒完 炸完之後直接 直接撒在鹹酥雞上面 可是那個香氣不夠 那要把它的香氣帶出來 是用炒的 鹹酥雞從油鍋起身之後 下到炒鍋乾炒 利用熱力逼出油脂 不由強滑掉 加上蔥 薑 蒜 香氣助陣 小雨龍的鹹酥雞 人氣強強棍 短短兩年 月升台南美食界的 奇蹟 新人王 蔥 蒜 洋蔥 非常多 對 它香 一般的會爛爛的 但是它吃起來會 就很像吃老闆的感覺 原來鹹酥雞可以 有別於傳統 用鍋子下去炒 那我覺得很特別 兩個人吃三盤 會不會太多 沒關係 我先生在 好吃到兩人吞三大盤 客人小吃當正餐 賣鹹酥雞 小雨龍手底有兩把刷子 它正本清源第一步 先選好雞 才能有口碑累積 它的嫩雞絕不受動 不浪費新鮮貨 昨天晚上 或是清晨才殺的 就不會經過冷凍 它冷凍過 它的冰晶會放大 你今天退冰 在醃製的時候 水分就跟著冰晶一起流失料 有產銷履歷的 電仔大腸小鮮肉 每天下午兩點 準時送到店裡 小雨龍叫雞 不愛一般店家常用的雞胸肉 帶皮雞腿肉 口感滑嫩才是最愛 油脂跟肉汁相對比較多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 比較嫩一些 肉汁甜分要少流失 口袋唇粉就得阿薩利 一斤差距三十元 挑嘴YTK一樣在所不惜 當然是好吃最重要 對啊 當然賺錢也很重要 可一定東西好吃 大家才會願意來 店內的人氣雙塔 除了雞腿肉 另一個就是口感帶勁的三角骨 雞的肩膀 因為它有帶一些筋的部分 所以像有些人 像我個人拿來吃這個 配啤酒夏天剛剛好 啃骨頭很香 有好食材 還要有對的處理方式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果 鹽肉的同時幫雞肉馬殺雞 讓味道滲入皮肉肌裡 醃料特選顏色較淡的日本醬油 保持白肉賣相 愛吃炸雞 曾經做過美式漢堡店 蕭宇龍特地來個台美大混血 在台式鹹酥機裡加入美式元素 咖哩粉、洋蔥粉、香蒜粉、香芹粉 這一些 那你現在都講不出來 比例大家不知道 沒有啦 沒關係 這種東西我覺得 每一間有每一間的特色 要有自己的特色 蕭宇龍每樣步驟都自己來不審功 別人用醃好的現成肉品 方便又便宜 他寧願費時DIY 慢慢等12個小時 讓雞肉醃入獨家味道 大型連鎖 他不可能把這個丟給 某一間店去處理 他一定是我醃好的 可能冷凍或冷藏 我請我的物流司機送到你這邊 你炸之前拿出來退冰 然後再下去炸就好了 他不會讓你碰到前置 他只讓你做餐點製作 可是現在醃好裡面的 加了什麼講坦白的 你也不見得會知道 現在是鹹酥雞達人 在油膩的廚房忙碌 蕭宇龍原本是每天 襯衫領帶的銀行禮專 做了兩年 個性外向 點子多多的他 覺得日復一日 重複的工作太過乏味 於是辭職去學愛吃的美式料理 今天假的我要領薪水的話 我就去搞公務員 可是我知道公務員這個工作 我可能會很悶 會悶死吧 可能不適合我 那今天既然沒有想要當公務員 那又自己創業當老闆吧 美式料理學了三年 想要自己開店當老闆 於是他離開台北 回到店租相對便宜的故鄉尋找機會 觀察市場之後 他發現浮成在地消費 還是偏向傳統的口味 於是腦筋一轉 乾脆來做台式炸雞 就是因為愛吃 很愛吃鹹酥雞 然後又特別喜歡加什麼 蒜頭阿 蔥阿那些辛香料 然後每次買鹹酥雞 都會跟老闆說 欸我那個蒜頭 或九成塔都多一些 然後 買酒 感覺老闆都會想要賞我白眼 那既然這個東西那麼好吃 我就想說那我創這個 我就都把這個元素含在裡面 年輕人投入老生意帶來新想法 不只料理做法創新 自己設計店面 搞得像是運動酒吧 吃鹹酥雞也可以很超 每天開門前 先把當天預計的數量 預炸到七分熟 這是不讓客人等太久 又能保持鮮嫩口感的折中智慧 大部分都是地瓜粉 那我還有在餐些玉米粉 玉米粉比較酥脆 那地瓜粉會比較有口感 對那就結合兩個的 我覺得啦 結合兩個特色啦 混在一起 而且像每次餐廳 大部分都是玉米粉的使用量 其實滿高的 對那就想說 那就餐些地瓜粉 配合起來 就吃起來 口感我覺得還不錯 爆香熱炒的鹹酥雞 吸引了許多跟它一樣 臭味香頭 喜歡蔥 薑 蒜的老饕粉絲 連原本怕油怕胖 對鹹酥雞 敬畏三分的員工 都自賣自誇 違反壽生戒律 愛上鮮肉味 肉真的很好吃 像有時候我吃肉 吃完又說 怎麼那麼好吃 你就說是雞頭 對 你說哇 到底是誰發明的 還有變胖嗎 我覺得有變瘦耶 懂得在大同中創造小異 開店兩年多 已經追上眾多老攤 小吃市場的後起之秀 也逐漸成了被追隨模仿的對象 今天要來模仿 那也OK啊 他等於有辦法模仿 也可以幫我推廣這個生意 也不錯 土墨守成龜 在傳統老東西中挖掘新可能 蕭羽龍在鍋裡加入民國創意 熱炒出 細菁奇蹟 鱿魚夾還沒夾 你要月亮喔 明年的中秋好不好 當晚屋內屋外 三三兩兩顧客 圍坐在吧台 和老闆談天說地 吃著東西 他還有座位也可以內用 老闆他們都熱情 他們今天突然想到有什麼 就賣什麼 L型的迷你空間 老闆邊和客人話家常 也邊背著等會下油鍋的食材 乍看 以為這裡是居酒屋 其實這是間鹽酥雞店 瓜哥 你來吃好不好 我這都是木頭好嗎 我們都在玩遊戲 沒有 沒有 你剛剛吃的 我沒有快吃 所以我發現它是外套 豆干 豬血 米腸等等炸物 堆得像小秋 裝在好友贈送的瓷盤上 比廣東出名的大盆菜 更讓人要流口水 早上現做的芋頭糕 層層堆高 放置在小碟裡 酥炸式木魚 巧妙結合西班牙 易便利熊火腿 台胃裡裝的是西方魂 國式食材就已經創造視覺焦點 兩位老闆對美的喜好 把它融入料理和盤式上 鹽酥雞店平時價位 卻藏著許多亮點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在 都是做西餐 然後比較白單年的餐廳工作 然後其實我們會來看 鹹酥雞店 會想要就是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 陳瑞跑是餐飲系畢業 十多年來都在西餐領域耕耘 擅長義大利和西班牙料理 還曾經遠赴西班牙的餐廳工作 三十歲 月薪就已經有十萬塊 買了再來米 因為我們那個蘿蔔糕 都是用米 然後泡水以後 然後下去打成米漿 夥伴小豬 從小就被牙醫老爸 送到加拿大念書 直到二十一歲 為了喜愛的餐飲工作 才回到台灣 兩人在職場上認識 都想在四十歲以前 搭建起自己的餐飲國度 才會辭去高薪 校長肩撞中 開啟看似平凡又不平凡的 鹽酥雞店 出西餐刀來做採飾 對 這很少見 沒辦法 不太會拿中餐刀 這是芋頭糕 滿滿很多 所以我們做過超多次 有乾香菇 然後還有蝦米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蜜蜂 蜜蜂也沒有什麼 自己做的油蔥酥 自己下去煉豬油 然後煉好的豬油以後 再下去爆這個油蔥酥 因為我們想要讓人家吃到 就覺得 這就是我小時候阿嬤的味道 雖然我們年紀還不到那 不像一般鹽酥雞店 食材都跟廠商拿 兩人喜歡動手DIY 像是蘿蔔糕和芋頭糕 阿姨阿嬤問過一輪 集結各家精華 才做出屬於自己的味道 有點餓了 因為還沒吃早餐 通常都比較晚吃 應該就先開店 自己開店會比較辛苦 還好耶 差不多 但是做得比較開心 比較愉快 都自己想做的好吃 這樣 平凡的豆干 敏腸 豬雪糕 下鍋油炸前 已經先滷製過 雞翅也先用大紅蠔花椒 辛香料醃製 有一隻有一個人 他一直點十隻耶 在這裡吃耶 所有食材經過低溫 在高溫炸過後 還要進鍋裡炒 做工膽腹 就怕食材油膩膩 香氣留不住 客人可以選擇說要加大蒜 或者是洋蔥 最後會經過拌炒 它的香氣會更凸顯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秘密 可是現在公開了 費工對待每一個品項 把鹽酥雞當作西餐在料理 義大利美食 蹄魚橄欖醬海鮮捲 在這裡也可以品嘗到 魚醬了以後 我們有用蔬菜料炒蝦子 然後再放上去 然後加一些九層塔 因為九層塔跟蹄魚橄欖醬 是非常搭配的 有時候就是想要玩一些 就是以前學過的東西 然後把它融入在就是一個 好像是很平凡的鹹酥雞店 現在餐廳也不好做 所以其實做小吃店 反而家裡人 反而覺得OK 一開始冒的錢沒那麼大 成本下的沒那麼多 對 口袋沒那麼深 想當老闆開餐廳資本過於龐大 就選擇從成本最低的 鹹酥雞店做起 但又不甘心好手藝被埋沒 才會在食材上加以提升 並融入擅長的七式做法 也要像那種國外那種 那種TAPAS 很有特色 用一百萬創業 家人立體下 迷你的一家店 就在東區小巷裡發光 入夜成了上班族打牙記的地方 營業不到半年 竟迎來米其林大廚江振成造訪 看到牠就傻掉了 就想說牠怎麼會在這裡 對 為什麼要選這一家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所以牠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最多只是 我們就只是說了 Chef你好 就這樣 然後第二次來 就是來這邊內用 所以就是有機會 就是可以跟牠講兩句 跟牠說了什麼 可以跟我拍照嗎 江振成每次來 都點了愛吃的豬腳 這個受到大廚親愛的豬腳 炸過又滷過 外觀雖然變得烏爐爐 不討喜 入口卻充滿驚喜 老滷 然後下去滷那個豬腳 然後當然還會加很多辛香料 在裡面 大概煮一個小時多而已 然後最主要是用泡 會拉到六個小時左右 所以牠裡面會相當的入味 而且我們只選用那個 豬腳中段的位置 牠肉不多 可是牠的膠質很多 秋冬之際 創意小點跟著登場 蓮藕當歸鴨餅 鴨胸肉用當歸酒鮮醃過 再和蓮藕餅皮做結合 人家都以為當歸鴨湯 你們這裡怎麼也有賣當歸鴨 我還問牠說 你要不要加麵線 當歸鴨拿來炸得好生氣 沒有去問到土 而且還是很好 重要的味道不會太重 不會重到那種 而且我本來不喜歡吃中藥的氣息 可是牠的味道我便宜 吃中藥 餐廳裡百元起跳 才能吃到的精緻點心 在這裡百元有找就能享受到 離開穩定的工作環境 窝居在狹小的空間 但廚藝不因場地受限而被局限 一張工作台與客人的面對面互動 進化版鹽酥雞啟動的餐飲帽正在起飛 很放鬆 很放鬆 好 洗完就好了 下次還要點 假日都差不多三點到尾 平常時差不多三點半 我要做到第一個課 到最後一個課 廖建志的工作區總是跟夜涼如水的早逝凌晨 有著極大的溫差 當周遭還是睡意朦朧之際 中立中間市場已經開始點燈忙碌起來 其中最熱烈的是 廖建志快馬加鞭的油炸機 五點半就開始有人在買了 賣的是傳統市場常見的炸物品項 芋泥球 花枝丸 蝦捲 肉捲 龍葉魚 是婆婆媽媽們喜愛的現成好料 回家微波回溫就可以端上餐桌 省市又不憋屈 味蕾欲望 更是拜拜的最佳選擇 我們從以前鵝宣布來 就是吃雞腿 要吃雞腿 自己煮比較麻煩 現在都要買 牌比較貴皮 神明和祖先愛的轟炸雞 凡人更無法擋 不用等到拜拜才來買 天天都是吃炸雞 祭武藏廟的好日子 人家買最多雞腿 雞腿 雞腿 雞腿你從油口都比較愛吃雞腿 來 倒 倒 光是炸雞翅 平日一個上午要一千隻才購賣 假日翻倍兩千隻 有些東西它比較厚 像雞腿比較厚 我為了要拉捏它的外酥內 那有肉汁的情況下 那麼雞腿會先溫度比較低去炸 但是快要起鍋的時候 就要把它拉高溫 拉到將近到一百九十度 去把它那個表皮的油滴掉 它上來就會是酥酥脆脆的 然後不會有油 雞翅 雞排 雞腿 腿排 厚度不同 火候掌控技巧得同中存異 要趕在採買人潮湧現之前 備好數量 要建置排好工作流程 一批接著一批能流轟炸 收它那個表皮的油的時候 太多汁它溫度會拉不起來 所以我大概都控制在 一下都是六十幾量 可能是常常有時候丟啊 不小心手滑地掉下去就漸起來了 所以常常手都是髒 像我現在已經十月了 我現在的溫度還有三十五度 如果夏天的話 大概在四十二 三度左右 累積技術經驗 蒸發汗水 換取的耀眼金黃 在忠祯市場裡 培養了一票忠祯的在地老饕粉絲 尤其是假日 許多外地遊客 吃完市場旁的知名米乾店 就順道來料建制的攤位 強買網路上有高分評價的好料 檯面上的堆積如山 常常不到十分鐘就一掃而空 我記得買雞腿和雞翅 慢一點來前面就是一排的 然後等很久 所以今天有就覺得很好 很平民啊 你現在隨便一隻雞腿外面賣 要六七十了 對啊 你便當店買一隻雞腿要五十 那平民一隻三十 你稍微多嗎 早上五點我就會客人了 早上來沒錢吃吃都沒時間了 哇 就一直飽飽沒錢 沒錢 沒錢 能在眾多的炸雞攤位當中出味 在韜客舌間佔有一席之地 要建制除了有火候技術 更重要的是捨得花錢用好食材 一般的市場炸雞 用冷凍進口便宜貨 但他堅持要用國內知名 店載廠的生鮮雞肉 當天宰殺 冷藏配送到工作區 再用十多種中藥粉 醃製一天入味 隔天使用 它的口感 冷凍它動過了 在減凍 它的一些 有一些組織 它已經是 已經是動過一次破壞掉了 雞腎油好壞 那我們的成本就是這麼高 廖建制深知市場生意 面對的是婆婆媽媽家庭主婦 每個都是挑剔的食品家 只要東西夠好 加上佛力多銷 一定可以贏得口碑 為生意加分 真的是不仁青菜 不可否認說 有些客人他會覺得說 我燒得好 我可以吃得好 可是那個 我自己過不了那一關 對工作擇善固執 來自以身作責的自我要求 創業之前 廖建制曾經是知名上市公司 派駐中國上海的行政總監 十年左右 從小主管一路爬上頂峰 是別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 比較拼吧 別人在睡覺的時候我在尋常 但十年前 台灣總公司的總管理處 有更高的職位出缺 他在呼聲極高的狀況下落空 因而萌生不如歸曲的念頭 就總裁內定了 就有點 當下 幸運的就是說 就是 也離開那麼久了 想要說 長年少去 跟爸媽少去 想要說能夠 如果調回來台北的話 那起碼說跟爸爸媽媽 也能夠常見面這樣 不會說一年 只回個兩三次 覺得上班族永遠都是打工仔 不如自己當個老闆 回台灣後 他打定主意 不再當月星族 一心想創業做生意 乾脆從門檻較低的 餐飲業入手 不過父母的憂心勸說 藏著大企業的豐富資歷 以35歲高齡到炸雞店應徵助手 後來的學藝的那個老闆 才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那就是你爸爸媽媽還打電話來 叫我們開出你 就是不讓我繼續學這樣子 雖然不贊成他辭職 但廖建志創業後 退休的爸媽 還是用行動力挺 當他的最佳員工 他就說要換 要換好了 沒回來啦 等到這裡 意思是說 這種人才換 老闆一定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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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賣 脫下名牌西裝襯衫 換上吊嘎阿 在油炸機火力全開的 預熱當中 揮旱打拼 一開始沒知名度 生意普普通通 每天工作12個小時 收入還比不上 以前的主管薪資 一度讓他懷疑自己的決定 剛開始的時候覺得說 哎呀我怎麼辭職呢 覺得說 做辦公室光鮮亮麗的 油冷氣吹 都是乾乾淨淨的 可是想想說 再怎麼做 其實永遠在幫人家做事 十年下來 累積口碑也跨出中立 固定日期在不同的市場 尋回酥炸美味 遇到年輕人想要加盟 他以過來人的同理心 不收加盟費用 幫助肯吃苦的人創業 只要他想去 只要他覺得說 他耐得住這種溫度 他困得下去 那就來吧 曾經的企業大主管 不緬懷過去的光環 不沾前顧後 設定目標把自己歸零 虛心學習 全力衝刺 是他的成功心法之一 當下就要去做了 你想一想可能就 越想越多 然後可能就猶豫 猶豫可能就退縮了 勇於放下既有的成績 轉換跑道 廖建志敢舌有得 享受當自己的老闆 樂在市場人生 這樣剛好三百塊 三百塊 對 下一位六五八 先生你好 兩隻魷魚的 需要讓我滾嗎 好 幫你放進來 麗瓜乾美的 你有個十包的咧 明明是市井小吃的尋常品項 高雄龍華市場的炸雞灘 總還是在十一點鐘 點燈開示沒多久 就變成了真羞美賺的大熱燥 小朋友很想吃 然後我之前拿來都沒有買到 沒有先預訂就買不到 所以這次先提早好幾天先預訂 因為送去學小朋友他們同樂會吃的 真的很不好買啊 所以我都會提早一點來買 不然真的會排很久啊 十二點半之前來或一點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沒了 撲空好幾次才如願大快朵移 若說這攤是全高雄最難買到的炸雞 愛好此味的韜客 應該沒幾個人會反對 至於沒嘗過的過路客 光是看到攤子前聚集的等待人潮 也不用太多形容詞 就能想像這炸雞的美味權重 不只半斤八兩 蝦餅花枝丸小肋狗米雪 蟹味絲地瓜三角骨雞腿雞豆串啊 雞翅雞塊這樣子 老闆的意思是說東西要滿滿的 客人看起來才有那個食慾啊 對才會漂亮 明亮玻璃處理一字排開 再加上美顏燈光助陣 每一樣都化身國色天香 老闆娘李協品 雙手夾料收錢不停歇 連綿的炸雾小山 只要有凹骨出現 老闆顏義成也眼明手快 沒多久立刻現炸現補 夫妻拍檔的賺錢節奏默契十足 壓力很大 因為你會覺得發現 好多眼睛盯著你 就是不敢跟他們眼神做對決 我只能一直忙一直忙 一直包一直包 然後喊號碼收錢給錢 然後讓他們趕快可以拿到東西這樣 雞腿一個四十 雞塊一個四十這樣子 三角骨三十五 我們自己到外面鹹酥雞 已經找不到這個價錢 是 來 號碼三九六 餐飲業工作多年 顏義成深織流量密碼 能在吃石灘百花齊放的傳統市場 招財聚寶 便宜只是基本分 小塊大碗還要大碗麻吉 才是賺錢的不二法門 市場給人家進來的第一個感覺 就是市場就是要便宜小塊大碗 所以我做的取向就是 比較燙得動 比較超值 市場就是這樣子 棒棒腿尺寸比別人大兩號 地瓜薯條也不甘示弱 不怨小家子氣 地瓜它在這個季節冬天是 糾息的 所以你切有一定的厚度 它吃起來是很綿密的 那個甜度又會保留比較多 所以其實會比較好吃 做起來不能夠吃 但現在的人要吃飽也要吃巧 同樣是炸雞 每是卡拉脆皮 就比單純濕粉炸的 要更酥更脆 雖然價格只有速食店的一半 炎義成甘願不嫌麻煩 要讓市場貨也有國際連鎖等級的口碑 先乾再濕再乾 才會呈現像這樣鱗片 像外面在賣的 這種大部分他們就全濕粉 像店面的它就會乾粉 他們就不會用濕粉 因為乾粉的製作過程比較麻煩 不同品項用不同的粉料 還得依照數量和天氣調整油溫 讓食材下鍋後 能保持在最適合的175度油炸數字 入門是很簡單 可是餐飲的中間是很多眉眉咳咳 冬天粉是比較乾燥 所以就在炸的過程是很好炸 如果到夏天濕度太高的時候 你的粉就會含水量更高 所以在炸東西的時候又難炸 這個就是你做這個的專業 專業不是光出一張嘴 而是雙手實作的功夫累積 不算快炒店 海產店的資歷 演繹成光是在日本料理店長廚 就超過20年 工作穩定 每年和太太出國兩次 加上沒有養兒育女的負擔 鼎客族生活過得十分愜意滋潤 但幾年前的世紀大疫情 一度打亂了他們的舒适全生活 恐慌會有一點點 還是會有一點點 因為畢竟通常 因為你通到疫情不知道要多久 沒人知道他要多久才會 這個疫情才會結束 原本工作的日本料理餐廳 受到疫情影響 加上屋主參加都更 老闆順時收店 防疫鎖國時期 移工無法入境 李鞋品的人力重建 業績也掛鈴 沒了工作和收入 夫妻倆的生活 從令人撐線 變成窩在家裡相看討厭 讓他們覺得 必須找點事情來做 在餐廳紛紛關門的那時 他們逆向思考 決定自己創業開店 讓許多親友想不通 到底是哪根筋受怕燈 這個危機入市 就在低點的時候 人家都整個都沒有人 那時候東西才會便宜 店主才會便宜 對 疫情終究會過的 事情大部分都看正向吧 因為你碰到很多事情 你如果陷在裡面 沒有去改變它的方法 事情是不會解決也不會過的 找路子 找方法 他們從資本需求最小的 小吃入手 不想花大錢租店面 就進到市場 租金合理 又不用擔心沒有人潮 省下的電租 還可以當作裝潢費用 有客人有時候來到這裡說 在前面站說 我好像到日本一樣 攀位有濃濃的東洋風格 研藝成的鍋裡 也善用日本料理的元素 變成獨家味道 像是蟹肉棒經過酥炸 就是讓人一口接一口 停不下來的爽脆零嘴 市面上應該沒有人在忙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 因為我之前做日本料理 所以我們有 日本料理有在炸蟹味食這個東西 只是它 只是我們炸的過程 是一個程序 炸起來 我們還會再拌炒別的東西 像拌炒小魚乾 而粉料關乎酥脆度 麵粉、太白粉、玉米澱粉的 組合比例是關鍵 為了轟炸掏客味蕾 研藝成每天凌晨三點就上工 調粉做前置作業 寧願一個人起得早 讓心愛的太太睡晚一點 間諜情深、羨煞親友 但兩人公司一忙碌起來 脾氣偶爾像是油鍋油爆突然炸開 來不及閃避 考驗夫妻一起工作的相處智慧 摩擦嗎 常常 每天胡椒粉 要灑多少 我都有我自己要的感覺 要呈現的感覺 如果他沒有照我的意思做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講 因為他脾氣比較硬 他只要聽到我這樣講 他會灰氣的 當下會兩個會很硬 可是過一下子我就軟了 他的SOP有夠多 這畢竟是他的專業 所以他已經做得很熟悉了 那這個不是我的本業 所以我有時候我的動作啊 不是那麼標準 他就會說 他會唸 你這樣子是 你要讓人做行業 那這就沒鬆了 當然沒鬆了 招容我比較多 包含三點他到這裡來 我六點半再到就可以了 他讓我多睡幾個小時這樣子 總是歡喜相愛 偶爾冤家相殺 不像許多老夫老妻缺乏溝通 家庭生活窒息無趣 研藝成李協品想法契合 稱得上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旅伴 結婚超過十年 當初理性討論決定不生孩子 更能享受兩人世界 也懂得放大優點 欣賞彼此 讓甜蜜關係長長久久 現在的環境一直在改變 你必須去適應環境 他比較強 他其實他是個 細心觀察環境的人 那我是初心 但是我比較有行動力的人這樣子 不一樣 算互補 算互補 你好 右側有菜單 右側點餐 491來 小姐的90 收穫是什麼 累啊 應該早點創業 那時候的肝比較年輕 不走固定的路子 甚至逆風而行 但總有另一個人 懂你 挺你 進退之間都是理解和默契 對研藝成和李協品來說 那幸福滋味 是體貼呵護的多睡兩小時 也或許是爭執過後的退讓包容 綿軟和衝突之間都是滿足 只有咬下一口酥脆又軟嫩的瞬間 可堪比擾 六斤 五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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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斤 等等 四斤三斤 來 別走 位在板橋重慶路旁的黃昏市場 不只有買菜的人潮 在路口轉角的炸雞得來素 人氣也很火熱 就再多一隻好了 沒有 再多一隻就要下去了 快過了 開掉了 沒有有巨牌 今天大家都去巨頭 還沒起過的炸雞 早已被搶購一空 沒算好數量的客人 可來不及臨時追加 只好再等下一輪 雞腿 雞排 雞翅 簡單三個品項 不論是排隊的 打電話的 還是機車騎士 趕緊喊單 下好離手 否則 等到牌子一刮出來 可要殘念了 說秒殺是真的秒殺 雖然住附近我也有撲空過 他都會說 跟熟悉的客戶講 有時候都真的要用訂的 不然真的很難買到 不會太油 最重點 因為一油我們就沒有辦法 經驗度很好 很好 所以我們才會 可以經常的在買 幾乎都要排隊 對 他的雞腿都很快就沒有了 午後雷鎮雨 匆匆落下 大雨淋漓 並沒有打斷 張順元 忙碌的節奏 站在油鍋前 雙手速度加倍 動作熟練的 抓起裹上粉漿的雞肉 就往滾燙油鍋裡丟 我都現炸的 客人來多少 我就炸多少這樣 現炸的比較好吃 油溫 一定要控制好 油溫幾乎 就將近就兩百度 因為這樣炸起來比較 外出嫩嫩 就人家一般 都用了什麼 要控制時間的 但我看 看累積的長久了 我炸了應該都知道 熟了 看起來又金黃色騰 你就差不多知道他熟了 老闆張順元徒手炸雞 已經炸出身後功力 沸騰油鍋 熱禮噴出 穿短袖不是問題 但絕對不能少了 這項裝備 以前沒有好物件 我都沒有戴眼鏡 其實我就這樣 因為有時候他 他撒那個胡椒鹽 辣椒粉 有風往這邊吹來的時候 多少會 會 會弄到眼睛 每天開攤做生意 短短三個小時內 就買光光 事前準備工作 清洗肌肉 更咬仔仔細細 要達到張順元的標準 重複動作 起碼要洗上兩個小時 他問題記得 他是一包一包 他一包一包 裡面都是有一些 血水 我就反正一直洗 洗到我看到 水自然的 自然的透明 這樣比較不會那種 有種腥味 炸雞好吃的秘訣 首要條件就是食材新鮮 使用的都是當天送來的溫體機 冷凍的你炸出來就 沒有那個新鮮那個甜汁啊 那個雞汁啊 裡面一看他們都是 這麼小吃的都是冷凍的 它不像我們這種溫體機的 我要的都是要這個尺寸 太小的時候我就會把它撒掉 我會叫它 退回去 散油 台式口味的炸雞 加進蒜泥去腥 再放入鹽巴 香料 簡單調味 就很夠味 要攪拌這個 這個精華就在這邊 曾經做過各行各業的業務 從食品泡麵 咖啡到床簾 不合適就換工作 卻沒想過 當初抱著嘗試的心態 已晃眼 卻投入了數十年 我二哥也做這個嘛 我二哥說 你要不要做這個 我說看看吧 結果考慮 考慮考慮久的時候 好啦 那我就做這個 因為早些時候 家裡也有貸款啊 什麼都要啊 起碼真的 那時候還年輕啊 當然要賺錢啊 有些這邊 重慶國中的 幾乎小孩子都知道啊 有 現在有些的 以前是買給兒子吃 現在買給孫子吃 有些 有的人吃世代了 那三十年了啊 這麼快了 放這麼快 銅板價格 勃利多銷 靠著小本生意 也償還了貸款 張宣源懷著感恩的心 取之社會 也要回饋社會 早些疫情啊 有些都沒有 沒有工作啊 沒有工作 有的就說 下一餐不知道怎麼辦啊 那我才想想 好啦 乾脆 乾脆來一個 贈送的 只要台內六人一名 請進士 本來預算五百支嘛 後來又增加六十 五百六十支 對啦 它的口味就是獨一無二的 跟別人的 是市場哪一家 你知道嗎 都每一家都乾乾澀澀 那它是有湯汁的不一樣 那它的雞肉都是現 現來的現用的 不是說冷凍的 主要不是冷凍雞的 這種是最重要的 那他早天就是 就是我的客人 然後我就 早安 我會認識他 那就照他做人 把客人當成朋友 做生意也變得有趣 在黃昏市場旁的台式炸機 炸出的 淨水流存美好的 回憶滋味 拜拜 一盤盤炸物終於出鍋 即使下起康舵大雨 也阻止不了覓食的韜客 上門聞香 滿足一飽口福的慾望 之前很久以前吃過 然後現在 因為今天人比較少 就過來排一下 這禮拜都有一次 一個禮拜有一次 最少 主要是他們家的雞 真的很鹹 11號 好 與一般鹹酥雞的口味不同 招牌紅糟豆乳雞 醃製24小時 一口吃進去 在豆乳醃製調味的鹹中 還帶有紅糟味的甜 恰如宗杏惟 成為老闆娘的過程一樣 有一家子 喝了融融的甜蜜 也有用盡力氣 留下汗水的鹹 他沒有怨氣 是我有怨氣 但是 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我一個千金大小姐 我從來沒有洗過碗 沒有做過家事 沒有掃過地 沒有拖過地的人 你竟然叫我一個人去碰油 我不要 在二十年華嫁給了先生 放棄還有半年就到手的 海外音樂學院學位 原本婚後小兩口 一個當工程師 一個當音樂老師 生活也相當愜意 卻沒想到公公意外中風後 先生決定回家 繼承家業 在夜市賣鹹酥雞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 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從來沒有碰過這些東西 我沒有辦法 那他就說那你不做你怎麼知道 出身傳統客家 父母親給的家庭觀念 就是再苦都要熬下去 宋信維開始身兼二職 白天要堅持自己本科的 音樂事業 晚上要協助夜市擺攤 從樂譜樂禮 到鹹酥雞一份幾克重 幾個雞屁股才能串一串 全都要記在心裡面 我心裡覺得說 我既然已經嫁給他 那我公公又這麼疼我 那我覺得既然已經做了 就是要把他做 就把他做下去 話說得簡單 能走過這段路卻不簡單 夫妻倆想起921的那天晚上 已經挺著八個月 生育的宋信維在家休息 沒想到地震發生 身為義勇搜救隊的公公 跟老公都去忙救災 他跟婆婆兩個人 只能接手攤子繼續賣 我炸炸炸炸到一半 那個油是這樣子 然後整條路的電燈是這樣子 然後慢慢熄滅了 就整個城市都停電 然後我老婆那時候大肚子 就點著蠟燭 在那邊穿雞皮膚 或許就是因為愛 家庭跟事業無法兼顧 宋信維乾脆放棄自己的音樂事業 跟老公兩個人 全心投入到夜市做生意 因為身為長媳的他 遇到跟自己爸爸一樣疼他 信任他的公公 他知道這個家不能少了他 我們的胡椒粉就是靈魂 然後這個胡椒粉 是我公公研發的 他以前是在那個 蜜餞工廠工作 他年輕的時候 是在蜜餞工廠工作 所以他很理解那個香料的東西 獨家的胡椒粉配方 包含了四十多種中藥材 為了怕外洩 還分別從不同的中藥行進貨 許多老顧客 就是衝著這個孤胃而來 而蜜芳只有公公一個人知道 他給我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我在 我跟他要訂婚的前一天晚上 這什麼 你給我幹嘛 這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說 我告訴你 這以後你一定用得到 我只給我信任的人 你撐得起這個家 然後他就說 總有一天你會用得到 收下胡椒粉蜜芳的宋姓維 沒想到才孤了五年 公公就因為小中風倒了下來 胡椒粉蜜芳還真的派上用場 不過就跟武俠小說裡一樣 拿得到武功秘籍 可不一定能夠練得成 他沒有想到我的記憶力 真的這麼好 因為有四十幾種中藥 在十幾二十分鐘之內 全部分發完 他點完了之後他就說 真的都沒有錯 你都沒有看單 我說沒有看單 他說什麼東西就是要記在心裡 就代表你有心要去做這件事情 他這句話其實就滿感動我的 我就覺得說 終於他懂我在幹嘛了 就像是獲得中師的認證 宋姓維開始闖蕩江湖 第一步就是要自創招式 讓鹹酥雞不只有胡椒粉吸引人 但門派宗師還在 師徒衝突 當然也在所難免 我公公跟我說 研發什麼新口味 我們慢慢這樣做就可以了 我說要做就是要做 讓你覺得是有面子 要不我不要做 就有一天我公公突然想開了 然後就跟我說 你覺得我們加賣這個東西好不好 我說你想通了 他說對啊 我們再改良一下 把你小時候的味道來拉出來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東西 把小時候回美農吃到的豆乳 跟公公愛吃的紅棗 一起醃漬鹽酥雞裡頭 蹦出又甜又鹹的好滋味 只是一剛開始賣 老顧客不但敢嘗鮮 沒想到公公拿出做生意的看家本領 才短短三個月 就成了顧客必點的好味道 一開始客人還是很疑惑 可是後來是 我公公就會免費炸給客人吃 你吃看看嘛 一吃了之後就覺得 吃上癮了 逢人就稱讚自己的媳婦 是過鹹醉流過穴的 頭腦很好 宋姓維不僅是掌膝 更是公公的女兒 他離開我是還滿難過的 因為他還滿疼我的 其實他給我很 人生的生命如生的恭喜 我照顧他十五年 這十五年當中 就是 要怎麼講 他把我當女兒一樣 公公打拼下來的鹹酥雞灘 全盛時期 在夜市就僱用了十幾位員工 有人維持排隊秩序 有人接單 有人撒胡椒 有人炸物 卻都還要等上一個多小時 但楊志遠 卻也捨得放棄 這個夜市的黃金攤位 開始找店面 因為在夫妻倆的規劃中 神書雞灘不是只有這樣 我們是第一個用日本帶回來的 油炸雞 以前路邊湯就很講究衛生 就都洗得很淡淡 但是看起來就是髒的 有了店面就更能開拓 炸物的無限可能 紅豆年糕 鱈魚相思 各式的蔬菜裹上不同的粉 就能夠炸出不同的滋味 我會去看日本人 日本節目怎麼炸 弄什麼東西啊 不僅夫妻倆不斷研發 就連女兒也加入行列 將銀絲卷包進水果 變成甜點也成了 鹹素雞灘的新賣點 全都是為了讓第一代的名號 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轉職回家繼承家業 想要做好一家店有多辛苦 楊志遠夫妻兩人最知道 步步小心維持住食材品質 畢竟扛著的是一家人的生計 更是父親一輩子的名號 與用心 我都從厚禮開車啊 先把電風壓不得掉下來 聽一下 貨車上裝滿身材格西 人道 工具道 每天八點準時開進苗栗的 院裡市場 每天都是這些工作 煮泡子 煮泡子 因為這樣比較好處理 因為我們長時間下來 會有油漬 做了快四十年 曹清忠和太太張素欽 早已磨出絕佳默契 一下車 該做什麼 先做什麼 不用開口 動手就是了 這種傳統的大鍋頭 大鍋 然後就是油炸雞配合 我們的雞肉醃製好的 沒有醃就都要一起下來 很重的啊 看起來也會痛苦 沒什麼苦的 還在準備就有顧客等不及 陸續來問 市場做生意 像是上鎮場 揭曉人多 貨車卸完貨 又要立刻離開 以秒計時的街灘文化 就像它的炸雞 在這老市場 可是秒殺出了名 我們那個爐灶有造神 對 現在人不相信這一套 但是我還是信不信 我還是有那個動作啦 時間再緊迫 烏農子弟在外作業 仍是以最崇敬的心盡天地 除在高溫熱油環境 手套 廚師鞋 缺一不可 這時 大鍋頭裡的油 已經蠢蠢欲動 就等著鮮嫩雞肉下鍋 不能不等喔 好不好 要下了喔 好想說 滾燙熱油 把雞肉炸得滋滋作響 冒著不停的油泡 高低溫交錯下 一大勺香噴噴 金黃雞塊 無處流面 曹青忠忙著炸雞 攤子 不早已被婆媽給包圍 看一下喔 三姐了喔 好一點吃 不用緊張 慢慢講 來 切隔開 還有 切隔開 來 這個是秒殺 秒殺 阿嬤 你搶到了嗎 搶到了 超緊張的 我生怕沒有 真的是秒殺 不錯 不錯 那還不錯 對 它汁有手在裡面耶 對 不會很乾這樣子很差 我覺得是滿好吃的 很嫩耶 對 很嫩 很嫩 OK 謝謝 這胡椒粉是我媽的一個 有些人是要喜歡吃胡椒粉 很難吃 雞排要嗎 曹青中的秒殺炸雞 果真名不虛傳 雞塊 雞翅 雞排 雞腿 砸起一落下 二十秒內就被搶過一空 雖然擺了很多層盤 但根本沒機會看到 滿滿炸雞的盛況 雞排百萬元 對 三五口交換台萬元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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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順序 對 重點你要卡位要卡到前面 你要卡到前面 然後夾子 帶子自己 動作要很快 因為基本上老闆娘跟他女兒 動作都很快 現在很多外面炸雞店 都沒有做好 真的啦 反正我市場的東西 有時候真的不好吃 所以我買二十 二十吧 對 還在等他 是給誰吃 拜拜給人公出嘛 是這樣 特別買炸雞來拜拜 對... 拜好就給人公出了 曹青中家族 世代養雞鴨 小時候就得幫著餵養上萬隻雞 家晴對他來說 再熟悉不過 一開始是把生鮮的雞 做成烤雞 熏雞 鹽水雞 供應給棕後塞 後來利潤越來越薄 才想到單獨把炸雞 抽零出來賣 這個是現場果粉的 沒有在家裡用 現在比較... 比較新鮮啊 一瓶大的攤頭 實在小到轉身都成問題 但夫妻倆把他發揮到極致 蹲下去又難繼續工作 剛才要來的時候 我就先給他裹粉 然後再醃製大概有兩個小時 我是最傳統的 所以說 不用記得你來問啦 隨便一個人來問我 我還是會跟他講 這個沒有商業機密 也沒有祕密武器 這要靠勞力啦 什麼連手巾 有話直說的曹青中 對自家炸雞信心十足 調味失蹤 皮薄之多 人往吃進嘴裡 就會一口接著一口停不下來 有的可能就是我們剛來的時候 他還是小孩子 媽媽帶他來買 現在他帶著他的小孩子來買 很多 外界以為的用料複雜 其實很簡單 重點在於使用溫體機 光這一點就大大升過 低成本的老冬肉 大概兩個鐘頭都OK啦 就很簡單嘛 就是以氣腥味這酒嘛 然後就是花椒嘛 配胡椒嘛 然後要有一些蒜泥 重點在特別的 我們不打廣告 所以有醬油膏 不怕麻煩 新鮮現做 除了電載沙雞做不來外 半夜三點後的一條龍產線 朵雞 分切 醃製 裹粉 到下油鍋 統統自家處理 要怎麼會膩 人就是怎麼知道 雞沒有人就換你 意思一條 才一條沒有 沒有錢 人都變壯變強了啦 變勇了啦 都三十幾年了 沒有壓力了啦 今年農曆年就三十六年 這個路邊山白酒了 你會有所頓悟啊 人生沒有什麼強勢 你看就一天 讓我打了三四十年啦 人生就這麼簡單啦 不為逆天 順勢而為 忙與累 早已昇華成 做身體健康 五個女兒 喊令一半 是她最強力後盾 都要自己 都自己帶 雞也自己帶 對啊 就是 要做 要求摸 要用 對嗎 那時候 我非常不願意 對啊 就走走就跳了 妳沒有懷孕 沒有後悔啊 沒有啦 對啊 妳是說可以上街船 對啊 對啊 是誰船嗎 不會啦 不會啦 她忙後場 張樹清 撐了她的眼睛 美光假日 總是大排長龍 好幾個攤位 招牌笑容 是安撫 暴動最佳武器 鬼巧的女兒們 也會自動排班 幫爸媽忙 她們是從 國小的時候 就在這邊嗎 對啊 小時候就在這邊啊 可能就會我們學費吧 我們都靠自己 因為我們忙不過來啊 我們母兒子喔 我的官僚就是 女生當男生來用啦 對啊 妳如果男生 要當畜生來使用啦 這樣才會進步啦 一塊炸雞 一瓶大的空間 成功創造一方經濟 其實家裡已經有葡萄產業 養雞養鴨 木牛又騎馬 曹青忠早已是位董事長 卻是在大太陽下班公 看天吃飯 讓這位娘家子力 更加珍惜我們手上的果實 老闆要打 換小玉球 玉鳳一個 然後小玉球一個 一個 一個玉米棒 應該也早來要等很久而已 一堆年輕人 也有帶小孩的 這兩個要買啊 下午三點 曹豚公有市場旁 人潮 車流 熙來攘往 聞鄉的早鳥 彷彿聽得見 然後就是吃起來很有飽食感 然後覺得很好吃 很習慣 一口咬下剛出爐的芋頭餅 酥脆燙口 熱乎乎的芋泥香甜軟鬆 不僅年輕人嘗鮮 挨不釋手 老一輩的回味青春 通常也都這麼說 他們都會說台語 他們說 年輕的這東西 真材實料之類的 很順 蚵仔很順 他們都會這樣講 有別客人享受美味的悠悠節奏 油鍋前里程潤現包現炸 俐落 緊湊 一刻也不容帶墮 因為新鮮芋泥 都是當天現煮現倒 快馬加鞭送到攤位前 上等食材保鮮至上 豈能跑輸時間 來 好 趴來 趴來 過來 過來 來 來 OK OK 等了一點 等一下再洗 再洗 洗個比較漂亮 對啊 再洗個比較漂亮 對啦 掀開布袋 以柯柯大甲檳榔新芋頭 產地直送 就有算跟農民合作再久 李承潤還是習慣親自驗收 這第一個會先看的大小顆 然後可是 像我們在熟的時候 很像這種長葉 其實我也會會再燒 還會再燒 因為其實它也是可食用的芋頭 主要還是要看它的切面這邊 那我們要知道說 它的墊粉質高不高 以前我們都要省帶有沒有 倒出來然後一顆一顆洗 因為之前沒有這種機器 對啊 所以那時候就是連我媽媽 我阿嬤 就是連我爸爸都會下來一起幫忙 回想十一年前剛創業 哪能這麼輕鬆 一顆一顆洗好刷好的芋頭 要削要挖 要切要剁 往往一家子削完一袋 就要耗上一個鐘頭 爛掉了 這個要切掉 這個要切掉 這個沒辦法用啊 有沒有 刷到的味道 對啊 以前有燥湯啊 應該是習慣人的味道 三千多個日子換來熟能生巧 鏡頭前儘管李成潤邊笑邊聊 順手又有效率 當年擅長的卻不是刀工 而是籃球 國小那時候很風靡 像那種漫畫 萬籃高手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有很多 想要去完成的夢想 對啊 所以就國小就開始打球 一直到國中 高中 大學 對 可是到 是到後面在大學的時候 才發現說 現實面的問題 曾經眷戀球場 李成潤卻潑於 當時家中經濟狀況不好 而四處打工 直到一場比賽不小心 斷了韌帶 這才決定把重心 好好擺在創業賺錢 你戳下去 有沒有 它裡面已經就熟透了 那就可以了 對 好像這個還生的 這個都還不行 蒸爐上鳥鳥白煙 仿若也勾勒出 往日童年 當時就是那一幕 阿嬤蒸藕歸的回憶 讓她聯想起 這一道古早味傳統典型 剛蒸熟的芋頭 起鍋後倒成泥 得分兩次碎腳 它芋頭會有芋頭玉尾嘛 台語就蚵頭蚵胃啊 那頭尾的地方比較硬 那我們要經過絞肉機 把它攪碎之後 才吃起來 到時候客人在吃才不會覺得 怎麼會有硬壞啊 還是說 其實 就是芋頭玉尾會導致 整包的芋泥 有可能壞掉的主要原因 來 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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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氣奔騰下 軟綿綿的芋泥 得再倒進加熱攪拌機 高溫翻攪 再同時加糖 我們每批來要注意看一下 它的品質夠不夠好 那個穩定性 看芋頭 當我們把它做成形的時候 它的立體感夠不夠 硬度夠不夠 說起芋頭加工 夥伴朱世伯忍不住老生常談 而李承潤總說 七年前若不是這位大哥哥 身出援手 現在芋頭餅攤 也無法達到 武士甲分店的規模 當我看到他自己獨自一個人 在那邊賣芋頭餅的時候 我就想到 十多年前的我 自己一個人也是這樣子過來 那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可以很好栽培 然後我也想去幫助他 一開始我跟他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對我會稍微有一些疑問 因為他不知道說 我到底是多大的工廠 能不能應付到 還是只是隨便來說一說 但是我邀請了他好幾次 來看看 來看看 最後他就剛好抽空時間 來看了我的生產的地方 我的工廠 當經理馬遇上不樂 不僅生意理念 志同道合 研發過程也總是相輔相成 絕利芋頭餅脫下硬梆梆制服 換上華麗餅皮 就是兩人激盪出的成功傑作 港市不是會有出一個 也是那種春捲皮絲包 它可能是包肉 肉燥的 或者是那種 很像叉沙包內餡的那種概念 所以我就把它拿來做 這一張不一樣的變化 我們是完全不加一滴水 下去熬煮 所以它鳳梨起來的 它原本的風味 都會保存在這裡面 這就是跟外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一池池自煮自熬的鳳梨餡 包進厚實芋泥裡 酸香蜜甜 再裹上一絲一絲的 特製春捲皮 玉鳳球於是成形 一般它們的會比較細 但是我要用寬的是因為 我主要是要它的口感 會比較好 吃起來的口感 它的脆度會比較夠 它吃起來就是沒有很油膩 然後就是滿真材實料的 就是因為我本身 沒有都很喜歡吃鳳梨 可是就是它們家 就是芋頭跟鳳梨 這樣就很搭這樣子 一刀花下 酥炸後的玉鳳球 口感脆到讓人著迷 鮮料拿掉鳳梨 換上起司也無違和 對胃又順口 一個下午為了應付客人 三個人六隻手 常常忙到大打結 當初選擇的創業是因為想說 你像那時候媽媽工作 一天做三份工作 我覺得太累了 每次很早就出門 然後很晚回家 像那時候我爸爸也是一樣 工作也是三五十有 有時候沒有 所以想說那就自己出來做 三個要賺麵粉 或是火車或是白湯 那年因為心疼媽媽 愛家的大男孩 只想埋頭多賺點錢 而堅持非創業不可的理由 其實是為了身邊這一位 曾經販毒入獄的弟弟 然後就是 就是不想要腳踏實 這樣賺那個時候年輕這樣 還想說就是 總偏了 然後他做的會比較快 對 你要可能一天八百 九一千這樣子 薪水 他覺得太慢了 對 覺得太慢了 覺得太慢了 然後有時候家裡面 很需要用到錢 他還覺得說 如果這樣八九百塊 這樣拉什麼時候才有辦法 讓家裡有更好的生活之類 碰了之後有沒有後悔 這樣就好 對啊 就是後面才在覺得很後悔 生怕弟弟出獄後 被貼上標籤 做我哥哥的雙手一身 一雙巧而有力的背棒 成了最穩固依靠 他那算很厲害 他算還好 很棒 還好 還很棒 媽媽很驕傲 對啊 我覺得他很棒 講到我兒子我就說 你兒子有夠厲害 開了那麼多間 對… 很爽 聽到聽到就很爽 你知道嗎 當年的灌籃小子雖不復在 雷成潤卻逐漸成熟 朝芋頭餅大王邁進 但願未來這一塊 包進愛與勇氣的銅板小吃 也能進軍國際 謝謝 香腸蛋餅 白醬 三道南一中紅 米麵冰的 起司 記得起司煉乳 各一個 四種各一個 時間剛過晚上九點半 陡南中正路上 不起眼的店面前 已經聚集了大批人潮 不是來抓寶可夢 而是為了這小鎮上 最知名的宵夜品項 炸饅頭 一個半小時左右 要等一個半小時 對 那妳還等 太晚來的話會等比較久 第三代老闆娘徐淑美 在油鍋前忙著將白皙的饅頭炸到金黃 外皮酥脆 內皮鬆軟是最佳口感 會滅要熬一下 你不把冰箱放下去 趕快去 這樣它會亂出現 油滴滴的 它裡面就不會甘油了 不吐油 饅頭起鍋立油後 再進烤箱回溫 融掉多餘油份 接著就成了純樸畫布 原味起司 起司煉乳抹茶焦糖花生巧克力 巧克力抹茶焦糖花生 這本身都已經貨煉乳 先炸再烤 因為我都是要給客人都是熱的 我不要送上去都是冷的 因為這樣子吃起來的口感比較好 所以等的時間會比較長 各色香濃滋味盡情奔放流洩 成了宵夜時段的美味風景 許多年輕人不管晚餐幾分飽 時間一到就忍不住直奔徐淑美 母子的店裡解饞 花生的味道很... 然後很香 然後那個炸得很俗 完全沒有那個油膩感 一百分不夠啊 我等一下會再點一顆 所以一次吃兩顆喔 可以 哇 那你不怕胖 沒有這個壓力 沒有這個壓力 呵呵呵呵呵呵 年輕妹妹吃兩顆才過癮 沾飲餡端出的炸饅頭 跟別人加的很不一樣 不加酸菜滷肉等配料 光是淋上煉乳醬料就很受歡迎 他說炸饅頭要好吃 第一要求就得出油鍋而不油 我們的饅頭吃起來是比較紮實的口感 不像外面那種 它比較蓬鬆的 炸起來表皮 它的含油量不會像有的饅頭炸起來 裡面都有含油量比較高 說真的以前的人 年輕人沒有在吃饅頭的啦 西式崛起之後都是漢堡為主啦 我們說真的都沒有人 沒有人年輕人要吃饅頭 只會當兵會吃而已 我們說真的就當兵沒吃不行沒得吃 以前年輕人不愛的饅頭 詹家已經賣了三代超過半世紀 徐淑美的公公 原本是漢餅店的老闆師傅 勤奮打拼 白天賣傳統糕餅 晚上物盡其用 遞盡其力 就在其樓賣豆漿 蛋餅 飯糰炸饅頭 我們餅皮是手工的 不是拿現成的 我們是手工拉的 飯糰是最古早傳統的口味 後來漢餅店由大波傳承 徐淑美就和先生接放宵夜場 兄弟種禮分工賺錢 夜以忌日再日以忌夜 因為那時候暗時沒有人 沒有洗面 如果沒有洗都沒有 你跟我而已 生意很好 以前老爪槍 蚵仔槍 那種的酒 去車的 什麼很多 小點 做到才9點 我改到暗時 9點半才才5點 我待會兒營爛我就去睡 無論幾點 我就是2點 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 陡南周遭的工廠林立 外銷訂單暢旺 機器24小時不斷電 工人也分三班運轉 小夜班 大夜班 也生出點心需求 徐淑美的公公看見商機 也讓自家的賺錢節奏跟上工廠的機器節拍 對 晚上講到 做到就是要這樣做 剛開始的肚子 肚子 說真的 我們說實的 吃苦耐勞的徐淑美 結婚後就過著日夜顛倒的打拼人生 晚上做生意 白天做饅頭備料 分段是睡眠湊滿6小時 也拼湊一家子的幸福基礎 結婚前你就知道嗎 知道啦 但是你還是加嫁 對啊 做冠軍就好了 但是 三米行業就是 如果習慣了就覺得不覺得累 媽媽一做50年 六年級生沾影縣的工作資歷 也將近40年 夜取主題一樣是 對家的承擔與責任 國中 國小會做就要幫忙的 到國中的時候 平常明天要上課 要做到12點 六日没有放客 礼拜天 礼拜六还读半天 六日礼拜天晚上 都要做到三点 才能够去睡觉 我要退伍前一个月 我妈急龙骨开刀 没办法 他种完全没办法拿 认识我不回来不行 店里面就没有人用 不然你想落跑 有这个想法真的 三十年前左右 台湾产业吹起西进风 工厂纷纷迁移到海峡对岸 董南众多的鞋厂 皮革厂 纺织厂 也难逃官场命运 连带沾家的生意也大受影响 剩下全盛时期的一半不到 要想办法去突破这个困境 没有变也是不行 要是想一些 学一手可以去改变的东西 从现有的东西 开始试着改变 沾饮线于是动手在蛋饼 馒头上加油添醋 东家西家 就这样原本只炸没料的炸馒头 多了各种口味 意外受到好评 加上单价便宜 成了附近的大学生 口耳相传的宵夜选择 也成了网路上推荐的 斗南必吃美食 尊敬的宵夜选择 我们一天一年 你如果衣服要有的就是都 我们做了 大家都一直不好 我们这些好心 衣服好不不然 在水上这种衣服怎么吃酒 在那边煞三个鸡水 对啊 像今天九点到下午五点啊 我也不是睡不到三两小时 又要起来 真的要脑洞 没有记忆脑洞的时候会 爬不起来 说真的也要有毅力啦 真的习惯 真的 没有习惯 没有办法 你的16号稍等一下 外面稍等 馒头的部分 你单起司而已 馒头在这边撑着才好吃哦 母子一口同声的习惯就好 其实是面对生活的态度 不为难 不嫌累 调整自己 努力克服挑战 就会有比别人更苦楚的地方 就像是深夜里的 狗行豆漆 还有加了巧思之后的 平凡炸馒头 一样东西都是要做到砖 做到砖 特色啦 这世代都一样 你强制你的特色 你的方法 大家可以接受 那就刚好 畅快淋漓的流线 映射情分的热力 在小地方的夜里发亮 刚好 绝不刚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勿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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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把评订阅 咱们们的状况 真 权